好,那這個地方的話,最後我想各位再試一下好了 這個是怎麼樣把剛剛的聚集變成VBA,難度當然比較高一些 不過你可以選擇啦,以後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方式你還沒有辦法 馬上可以理解的話,你可以先把那個前面我們那個錄製聚集的這個方式當成是一個選項 兩個反正都可以達到目的,等到你功力提升之後,你可以再慢慢進階到VBA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還是對程式障礙比較大,但是我也順便還是會講啦 所以你也許第一階段你現在用的方式,如果你剛剛那個方式不OK的話,你還是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我們最後做完的話,第一個這個是可以取得,你會發現 用聚集錄製的會有那個閃,一閃一閃的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用這個複製VBA的方式的話,它不會閃 為什麼?因為它沒有切換工作表的這個動作,你會發現這個會閃,有沒有 那這個不會閃 所以以後的話,你看到別人做那個VBA的按鈕,你按下去,奇怪它不會閃 那表示它是高手,對,因為它是用VBA寫的,如果它會閃 會閃,那表示它只是 還在那個 可能即將進階,還不太熟的階段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寫出來 就是這樣啦 不過是一個目標 真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因為我 看過很多同學以前學過之後 大概能夠應用的,還是 比較能 比較能夠應用的,還是停留在聚集的比較多 要真的能夠 提高你的 程式功力 不太容易 OK 另外呢,再來就是說 剛才有提過 日期部分,現在是編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怎麼樣,把它改成月份的話 這個時候呢,我就需要做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說我現在是第一欄的時候 那我就要給它的是什麼呢 給它的並不是我要超過來的裡面的值 而是要給它工作的名稱的話 那我程式該如何修改呢 其實 這個修改的部分的話,你第一個 將來各位在思考程式撰寫的時候 就要去 針對我們要思考的點 去做修改就好 因為我要修改的部分就是 我要輸出的時候 這個也不太不太容易啦 不過我至少聽聽 我有把它錄下來 如果有些細節 不懂的話 你再repeat repeat 反正你多聽幾遍 聽久了你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我講來講去就是這些東西啦 這些東西都是經驗累積 他絕對不可能說 你那幾天 幾個禮拜 我會講的 我會講的 你應該說 你有沒有什麼事